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永和长老教会刘牧师 很高兴再次在云端以大家来见面 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来问牧师说 为什么她的小孩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 尤其是早上在关洗室里面 那牧师就回答她说 因为她希望找出她最美最帅的地方 可以面对所有的人 尤其在一天的开始 她希望有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那牧师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让大家可以明白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 我们都希望表现出最好的 那在美国古老的印第安人里面 有一个传说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 有一天有一个猎人到山上去打猎 那在路上发现有一颗老鹰的蛋 那他就捡到这个蛋以后爬到树上 去看到这个树上是不是有老鹰的竹槽 可是他上去以后都没有发现 有老鹰的竹槽在那边 所以他只好把他这个老鹰的蛋 带回去放在鸡臼里面 就是鸡生长的地方 那让母鸡去孵这个老鹰的蛋 那有一天这个蛋孵出来以后 那同时其他的小鸡也孵出这蛋来 那这个小老鹰从小就跟着他的 这些鸡胸鸡姐一起来生活 他们每天就跟着鸡妈妈到外面去 找食物 找小虫吃 喝水沟里面的脏水 那这样一天一天的慢慢过去 有一天这个小老鹰就发现 在天上有一只很大的鸟在天上飞 飞的姿态非常的悠扬 非常的美丽 他在地面上看着以后非常的羡慕 他就问他的兄弟姐妹说 那是什么样的鸟 那他的兄弟姐妹讲说 那是老鹰 鸟中之王 但是你别妄想了 你别做梦了 你这辈子永远不可能成为老鹰 你不可能是老鹰 但是小老鹰一直在心里想 我怎么可能不是老鹰呢 他有一天越想越奇怪 他就是用他的翅膀一直展翅 那忽然间他就飞上来了 飞上来以后 他的弟兄姐妹一直在下面一直叫 一直叫 你赶快下来啊 鸡妈妈也一直叫他 叫他下来 但是他都不下来 从此以后他就在天上飞 他就是一个山头越过一个山头 他看进平原大海 他是所有的这些美景 都在他的眼目当中可以看见 各位同学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 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 在我们身上 其实是有王子 以公主的形象 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上帝的形象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来 我们好像是落魄王子 或是落魄公主一样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要让我们成为公主 王子一样 可是我们每天因为太多的事情 太多的烦恼 太多不如意的事情 压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已经忘记我们有这样的形象 其实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一样 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 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可以表现出上帝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来了解 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的时候 上帝也要我们做出我们的行为 可以跟我们的行为 做出行为跟我们的形象一起来配合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你的形象来造我们 在我们每一个同学的身上 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在这里面 主我们是你的儿女 也是你的公主以及王子 只是我们常常忘记 我们有这样的形象 以至于我们常常表现出 不相信或是落魄的样子 求你来帮助我们 重新来思考 我们就是你的儿女 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些同学 他们的功课上面 有主你的帮助 让他们在学习上面 有主你的智慧 我们谢谢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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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